今天我說真的 市府沒有必要做這麼多辛苦的工作 來幫你確保這個球場 應該是你拿了12億的合約 你要給我一個可以用的球場 今年初新竹市長高鴻安在開記者會 為棒球場問題槓上廠商 因為從前年初狀況管閉開始 雖然都有請國內外專家敞勘 但改善工程仍延宕一年多 市府日前總算重新招標 力拼今年重新開打 卻被發現要花上億 改善工程延宕了近兩年 廠內的相關設施的維護 都非常狀況不佳 所以才要再另外編列 淨以億元的預算 來再做球場改善工程 顯見這行政效率相當的低落 這破億花費到底怎麼用 其中工程就超過9300萬 規劃再加700萬 移除富土又要近千萬 這些錢通通要命中買單 新竹市立棒球場改善重啟工程經費 細參考北台灣多座專業球場 改善經費之相關資料 原本球場改善工程 沒有完成驗收的情況底下 本來就可以要求原本的廠商檢討改善 那高宏安市長卻反其道而行 急著宣布要解約 引進新的廠商 不僅會讓原本的法律關係更為複雜 如果後續廠商跟市府 引發更多的糾紛或者是爭議 要如何來釐清全責 明明可以一合約要求改善 高市府卻执意解約換人 背後到底在盤算什麼 恐怕都要好好說清楚 但可以確定的是 當初新建花12億 現在停擺一年多要重啟 不但還要再砸上億 連什麼時候恢復賽事進行 都還是未知數 明星宏皇趙康 幸福報導